在韩国平昌举行的23年乒乓球亚锦赛,首个冠军已经诞生,实力强大的中国乒乓球女队,完全无视东道主韩国队的主场优势,并不血认横扫夺冠,这也给国拼开了一个好投。 这一个比赛日,蓝队也开始了自己的冲冠之旅,半决赛遭遇到了手握主场优势的韩国队。 第一场对决,国拼派出了越来越稳健的大头王楚清,而为韩国队打头阵的是张宇珍,赛前他被视为最有希望拿分的韩国选手。 在比赛开打之后,张宇珍疯狂搏杀的打法,还是给王楚清制造了一些麻烦,但是大头还是凭借过硬的实力,大比分3比1击败对手,扼杀了张宇珍,为韩国队拿分的希望,帮助国拼取得半决赛开门红。 第一局,主场作战的张宇珍进入状态非常快,而且也可以看出来,他对于此战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,一上来就在前三板疯狂抢节奏,想要率先发动进攻,而王楚清则开局慢热,连续揭发球出现失误,导致回球冒高,给了张宇珍正手扣杀的机会,后者也如愿以偿建立起了3比1的领先。 王楚清在通过前四个球的热身后,渐渐找到了状态和回球的手感,在加强前三板的控制后,直接在场上锁住了张宇珍,后者虽然一直在尝试摆脱防守打进攻, 但是个人失误的增多,让大头很快抹平分差,并且在中局取得了6比4的领先,尽管顽强的张宇珍连得2分抹平了分差,但是王楚清靠着自己标志性的反手快思直线,再次建立优势,并且以11比7取得了开门红。 第二局比赛一上来,两名选手就在反手展开了较量,虽然王楚清的单板质量要更高,但是张宇珍强行加质量顶回去的效果也不错, 而且一旦有机会,张宇珍就会选择果断转正首抢了,实现战术目标的韩国名将,也在中局阶段取得了7比3的领先,虽然王楚清没有放弃在局末奋起直追,但张宇珍还是以11比9将大比分扳平。 第三局 关键的第三局,王楚清明显打得更加认真,而且揭发球的变化也非常多, 这也让一直在寻找机会搏杀的张宇珍变得非常被动,很快就陷入到了0比4落后的不利处境之中。 虽然在主场球迷的助威生中,张宇珍也没有放弃,顽强在中局阶段将比分追到了5比7。 但是,在王楚清增加自己回球落点的变化后,摁住了张宇珍得分的势头,夺回主动权的大头,也再次拉开比分,以11比6再下一场。 第四局 第四局比赛一上来,二人都打出了非常高的单板质量,但是在对攻大战中,王楚清的优势非常明显,很快就建立起了3比0的领先。 尽管已经没有退路的张宇珍没有放弃,但是大头没有给他机会,成功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,以11比7锁定胜局。 在顺利击败张宇珍之后,王楚清为国拼在这一场半决赛取得了开门红,下一轮登场的将会是樊振东。 小胖的对手是韩国名将林忠勋,相信以樊振东的实力以及一贯面对韩国选手时的强势表现,能够用一场胜利给国拼拿到冠军点。 上五场的比赛当中,实力强大的中国乒乓球男队,迎战主场作战的韩国男队,第一场男单对决,为国拼打头阵的王楚清,不负众望击败了张宇珍,为国拼取得了开门红。 第二场樊振东披挂上阵,迎战韩国名将林忠勋,熟悉小胖的球迷都知道,他有一个名震江湖的外号,那就是抗寒先锋。 面对现如今韩国队的几大男单主力,樊振东有着碾压的战绩优势,这也是球迷看好他能够攻陷韩国主场,再次挑落林忠勋,为国拼再拿一分的原因。 本场比赛,林忠勋的疯狂搏杀,给樊振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,连赢两局看到了获胜的希望,但是樊振东在绝境中爆发,大比分3比2逆转,击败了林忠勋。 第一局 比赛开打之后,樊振东进入状态非常快,一上来就用速度又快,力量又足地回球,让林忠勋感受到了自己单板质量的威胁。 开局阶段也取得了2比0的领先,不过主场作战的林忠勋也是有备而来,在知道拼单板质量毫无胜算的情况下,他通过在发球环节做文章,配合果断的大角度变现,几度将分差缩小到了一分。 但是大赛经验丰富的樊振东非常清楚,克制对手变现的最好方法就是旋转,在把前三板的旋转加满后,林忠勋的变现失误率开始表现。 樊振东也是一股作气,在局末取得了10比3的领先,尽管主场作战的林忠勋打得十分顽强,连续挽救了三个局点,但樊振东还是以11比6取得了开门红。 第二局 首局末的连续追分,给了林忠勋非常大的自信心。第二局一上来,在和樊振东紧咬比分打到三平后,林忠勋开始爆发,连续通过提前移动和预判,给自己创造出了侧身的机会。连得8分之后,以11比3将大比分颁平。 第三局 关键的第三局,林忠勋延续了之前的势头,上来就靠着疯狂的搏杀,建立起了3比1的领先。 好在见惯了大场面的樊振东没有太大的心态起伏,通过给对手长球,让林忠勋的搏杀威胁大打折扣,很快就连得4分夺回了主动权。 但已经打疯了的林忠勋,在现场球迷的诸威声中,复制了上一局的神奇,以11比8再赢一局。 第四局 第四局比赛不能再输的樊振东,一上来就打出了自己的进攻节奏,很快就以4比1压制住了林忠勋。 虽然后者还想要上演翻盘剧情,但樊振东没有给他机会,以11比4将大比分颁平。 第五局 决胜局,樊振东没有再给对手机会,上来就取得了4比0的领先,也直接让韩国的主场变得十分安静。 虽然林忠勋没有放弃,但小炮没有给他机会,最终以11比6锁定了胜局。 延续了自己抗韩先锋本色的樊振东,成功帮助国拼将大比分改写为了2比0,距离晋级决赛只有一不知遥,第三场比赛老当义壮的六边形战士马龙。 将登场亮相,对决韩国选手安仔贤,相信龙队能够为国拼一锤定音。 肩负韩国队最后希望的安仔贤,和自己的队友一样采取了薄杀的打法,一上来就鲜声夺人,以4比1压制住了龙队。 不过稳扎稳打的马龙逐渐扳平了比分,并且靠着更强的决胜球能力,以12比10先赢一局。 第二局比赛,安仔贤靠着半出台发球抢攻的战术,一度在中局取得了5比3的领先。 不过这一技术,龙队在当今拼弹敢说第二,还没有人敢说第一,很快马龙就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,连得8分,以11比3在下一场。 连输两局的安仔贤,已经没有了开场的气势,第三局比赛也彻底进入到了龙队的掌控之中,早早就取得领先的马龙。 也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,以11比8锁定胜局。